ERCP的这种手术时间了 一般情况下在解剖结构没有变异的情况下了 一般是要在半个小时左右 包括这个上下病人的时间 但是如果要是在麻醉的情况下了 这个时间要延长20分钟 也就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在不麻醉的情况下了 我们如果简单的要放置一个引流 有可能几分钟就做完了 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做完了 那如果要碰见这个巨大的这种结石 有可能时间要延长到一个多小时 因为我们反复的要把这个结石 碎石取干净 如果要碰见解剖结构变异的这种病人 比方说胃大部切除术后 采取的是B20这种手术方式的话 那么有可能这个手术时间还要延长 那么对于12指肠术后 或者是肉歪胆肠吻合术后的这种病人 那么手术时间有可能就要延长到三个小时 甚至四个小时 而且需要特殊的这种内镜来操作 而且要特殊的这种加长的器械进行操作 但是成功率还不一定很高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